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这两家一出门就是古墓 就是这儿 陵同县龙宝单位周幽亡陵 这就是周幽亡墓的丰土 这座墓如今是存在争议的 因为在一些文献记载 说西周的亡陵不丰不树 也说在地面上没有明显的标志 也不栽中树木 所以这座墓下埋葬的是不是周幽亡 至今还是存在争议的 据当地一些村民说 说最初在这座墓的前面有一座石碑 是清朝陕西巡抚碧原里的 但这座石碑现在已经不在了 这土都没了这边 目测看它现在的高度有4米多 这是挖的一个排水沟 周幽亡叫做姬公生 他是西周王朝的第十二位君主 也是西周的最后一位君主 他父亲就是周宣王 母亲是江王后 周宣王在位时期 就把他立为了太子 在公元前782年 周宣王去世 年仅13岁的姬公生结位 这就是周幽亡 他结位后 立身国国君的女儿为王后 史称身后 立他们所生的儿子为太子 虽然此时西周王朝的国立 逐渐衰败 但是大国余威还在 周边的诸侯还是表示 效忠周幽亡的 但后来出现了一位女人 她的出现 改变了周幽亡和西周王朝的命运 她就是包四 包四是西周时期的包裹人 这个包四不是他的名字 包指的是包裹 四才是他的姓 他真正的名字 在史书中是没有记载的 当年包裹得罪了周幽亡 为了向周幽亡示好 后来把一位美女献给了他 这位美女就是包四 此时周幽亡正是青春年少的时候 当他见到美艳绝伦的包四 也不管他会不会笑 到底有没有问题 直接纳入后宫 对他特别的宠爱 一年后包四为周幽亡也生下了一个儿子 周幽亡接下来的操作 是当时所有的人 万万没有想到的 他为了进一步讨包四的欢心 竟然废掉了身后和太子 改立包四为后 立他和包四的儿子为太子 那包四到底有多美 能让周幽亡 为了他废掉王后和太子呢 在东周列国志中可以找到答案 说他眉清目秀 唇红齿白 一头乌黑的长发 花容月貌倾过倾城 可惜从来不想 更显出几分清冷美感 当聊到包四不笑 多数朋友肯定马上想到了 烽火系诸侯 当时周幽亡一看包四长得太漂亮了 直接纳入后宫了 后来才发现他不爱笑 周幽亡就想办法逗包四笑 如果再不笑就说明 不是这个人不爱笑 可能是有病了 于是周幽亡想了很多办法 比如乐队演奏 宫女舞蹈 讲各种笑话等等 这些他都试过了 但还是没用 周幽亡没有放弃治疗 下令 谁能让包四笑 就赏赐黄金万两 这钱一到位 很多人都站出来了 其中有一个人献出遗迹 他说 如今天下太平 你看咱们的烽火台 很长时间都没有用了 大王可以把包四带到上面 点燃烽火 这样一来 诸侯们就赶了过来 当他们知道自己受骗了 王后看见了 肯定会笑 后来周幽亡带着包四 登上了一座烽火台 点燃烽火 诸侯们以为有外敌入侵 急忙率领大军往都城方向赶 等他们都到了以后 才发现一切平安无事 这只是周幽亡给他们开了一个玩笑 此时包四终于笑了 这可把周幽亡给高兴坏了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 他这样做 失去诸侯的信任 最终只能在外敌入侵时 坐视王朝的覆灭 公元前771年 申国国军因为周幽亡废掉女儿和外孙 一怒之下 联合曾国还有全容 开始攻打西州的渡城 此时周幽亡再次点燃烽火 可是被戏弄过的诸侯们 没有一个出兵救援的 最终周幽亡被杀 西州灭亡 聊到这儿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 包四去哪了 根据史记中的记载 说他被当作战利品给掳走了 包四的结局肯定不是好的 周幽亡被杀后 身后的儿子被拥立为新的天子 这就是周平王 然后把都城迁到了现在的河南洛阳 东周开始 聊完周幽亡和包四后 问题又来了 烽火系诸侯 在历史中他真的存在吗 这件事情最早的记载 是来自司马迁的史记 那司马迁又是根据什么写的呢 很可能是秦国的吕氏春秋 在这里首次提到了包四的笑 但故事的经过和烽火系诸侯 还是有些区别的 吕氏春秋说的是周幽亡击鼓 而不是点燃烽火 话说回来 无论是击鼓还是点燃烽火 总之这个故事是存在问题的 当时这些诸侯们距离都城是有些距离的 击鼓也好 还是点燃烽火 诸侯们带领大军过来 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难道周幽亡和包四就站在烽火台上 一直等着吗 就算都城周边的小诸侯 他们也不可能同时到达 除非是坐飞机过来的 然后一起跳伞 总之烽火系诸侯太不符合常识 不符合逻辑了 西周的灭亡绝对不是因为戏弄诸侯这么简单 而是源于内部的权力斗争 至于烽火系诸侯的故事 很可能和周平王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有关系 大家觉得呢 关于这个视频您拍到这 谢谢所有关注我朋友 咱们下一视频 再见 再见